5月28日下午 艺人邓丽星及周博豪在九龙湾出席 电影《愤怒鸟》大电影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以《愤怒鸟开心兵分派对》为主题 现场在一群小朋友欢快的舞蹈中拉开序幕 紧跟着主角邓丽星及周博豪先生 他们为大家讲述各自在影片中所扮演配音角色的趣事 同称都比较喜欢戏里面的角色 周博豪表示已经跟家人和不同的小朋友看过 并称是大人和小孩都很喜欢看的电影 我已经看过了 之前在电影院里面做活动以后 有机会能够可以看 我跟家人已经看 然后我带了一些的小朋友来看 然后他们真的已经笑疯了 他们不知道里面有一些的剧情 大成年人可能理解不了 但是小朋友他们会明白 但是有一些他们不明白的 但是成年人会明白 所以就觉得一个电影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也适合大人或者是小朋友来看 期间还与小朋友打完看图演表情的游戏 小朋友有模有样和动情的表演 博得了大家的掌声和叫喊声 最后他们一起参与愤怒鸟开心 缤纷派对揭幕礼仪式 问及他们对近日罗明珠的礼仕有何感受 但立心称觉得很突然 感到可惜和难过 知道看新闻看到就觉得非常突然 而且真的有一刻觉得人生真的非常的脆弱 真的非常突然 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然后希望可以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身边有些朋友跟他挺熟的 然后也看到他们在网站上面都有分享他们的感受 都替他们非常难过 但立心在接受访问时 就关于粉丝希望他跟方立生感情复合的话题做了回应 粉丝的意愿我都知道 可能他们会真的有点放不下 就是可能我们之前的一些工作或者是电影 会让他们有些感觉吧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大家的意愿 我们自己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给我们 给我们就是有造成一些压力 或者就是还是希望大家看我们的工作比较多一点吧 好,那今天一起呢,就是往右手邊的那位置 那位置,那位置 那位置,那位置,那位置 那位置,那位置 那位置 那位置 那位置,那位置